好的,好的,好的,请 对不起,我要讲一下 就是我看到的Evaluation在Level 1有两个问题 那我分享一下我自己分会的方式 我们自己分会的前任EVP是演讲高手 然后他常常比赛 所以他知道,他看到这个缺点 就是所谓的Level 1要求就是新手 必须要去当Evaluator 可是其实新手进到Persimacy进来 他们能够完成Speech已经很Omicrofo了 所以他们其实并不知道如何去当Evaluator 可是他们会犯很基本的 或者是很基本,可是很严重的错误 什么意思,直接,然后没有给建议 还有就是不知道问题点在哪里 这三个问题是当Evaluator的三大错误 然后会直接让我们损失掉会员的 新手你又不能指责他 可是没有好好的教他当Evaluator 然后直接让他去做Evaluator的话 然后又很糟 所以我的EVP的折动方式是我们连续两个月 我们产出Evaluation Workshop 我们连续产出来 那我自己的分会的人都是有赢过District的 也有赢过Division冠军的 所以我们可以产出来好的品质 好的Evaluation的品质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有cover掉 可是一年有12个月 我们没有办法在每一次新人进到我们分会的时候能够保障新人 在第一次做Evaluator的时候他得到足够的训练 那到目前为止我要讲的是我们的速度 教新人会当Evaluator的速度还比不上新的Evaluator 伤害其他人的感情的速度还要快 我们有点不知道这个速度 对我要讲的是这一个 因为有太多人很想要直接完成Level 1 可是在新手的当Evaluator的时候 他们的伤害别人的状态会比 会比他们完成Level 1的速度还要快 我们我来补充一下吧 就Sandy刚才讲的那一部分方面的话 我大概七成同意了 三成是否决 为什么呢 是因为如果慢慢的看方面的话 其实那位人士的误解点在于哪里呢 就是为什么点评方面的话 有没有学习好点评 为什么我们放在Level 1 是因为我们主要的两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让他们学习到好的一种 呃根基 学习到演讲的精髓 以及学习好怎么去做点评 因为演讲方面的话呢 学习好怎么演讲是一对众 就是就是要讲story 要inspire人那种效果 那点评是集中在于沟通能力 以及说服力那项目 就说服力方面的话 是我们讲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 在点评这个点的话 我们也是train多一样东西 叫做listening skills 所以在level 1的时候呢 其实当点评者方面的话呢 他们应该去点评人 点评谁呢 是点评一些比较就是说 呃功底可能比较深的一些人 是因为他们已经摆读不清了 所以当他们去做点评的时候呢 就算他们造的伤害也会有限制 因为他们是在学习怎么做点评 没有一个非常优秀点评 一开始就是会点评每一个人 而是要尝试每一个阶段 所以在parfait的项目的当中的话 他们的角度就是说 先打好基础 怎么做好演讲以及点评 之后到level 5的时候 不会出差错 就是你乱点评人 你那时候造的伤害 会比你level 1造的伤害很更深 所以他本来的元素是这样 所以我会看得到 关于judy刚才讲了 就是那一个你学到今天的精髓 方面的话 也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呃1-2的evaluation feedback当中的话 已经讲到很清楚 就是说 please talk with your evaluator before your speech 这个部分你也讲到很清楚 就是为什么要讲呢 是要讲的 你要要求是什么 more specific you are the more useful information you receive 这个部分方面的话 就是关于你 你越跟你的点评词详细化 你要讲到 你期待词啊 你要去develop什么技巧啊 他明白到的话 他也会调整到 他们的点评是集中在 比方说 我曾经要求过 我的演讲的时候呢 现在不用点评我的那个content 因为我content不是那么好 但是点评我的肢体语言 因为我肢体语言 有时候会突然做一个 很suttle的一个动作 我想要控制我那个suttle的工作 那点评者就集中在那一部分 那其实对于演讲者 以及点评者来讲的话 整件事情会比较容易处理 嗯 呃 朱迪 OK吗 对 OK OK 真的是有学到东西 就是有 啊 有一些我之前从来没有想到的一些东西进来 可以让我以后运用的 对我会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之后觉得这些工作坊有用的话 记得找你的那些朋友们过来 我们都很欢迎很多人 因为我们这个的话 我们比较低调 呃 越多人的话 我们越帮助到更加多人 尤其是我们想要给很多不同年龄的经验 比方说我们看山底啊山底的话 你看山底的话 就是他11年的他演讲功力的话 还是一样 这么牛 他知道我要讲什么 但是 我就 我就讲就是说 但是透过我 我给到他一些指点 他之前做的演讲的比现在很差 我跟你讲 我那时候 他做我的徒弟 他是我徒弟 他做我徒弟的时候 我被我被我被你气到吐血 真的 那那我看到就是他透过这几几个月的成长 我相信都比11年学到东西还更加多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 你要我讲实话吗 讲实话吧 讲实话吧 就是说不行 你几个月很烂 你可以这样讲话 呃 因为有几件事情我排斥 就是过去11年来我不喜欢 而且我讨厌 就是排斥 首先第一个我不喜欢录影 我真的不喜欢录影 录影 就是像现在这样 那 那我觉得真的开始录影的时候 因为用Zoom 录影 就是自己看也方便 然后速度也很快 我可以自己先看 我可以自己先过滤掉 我的问题点在哪里 我的问题点 我大概知道问题点在哪里 那 我可能真正给Aaron看 就是像今天的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我已经练 至少应该有20次 淺淺红红 因为这个刚好是我第三次做 所以我结构也改掉了 然后我的叙述方式也改了 大概五六种 就是大概有五六种 所以我自己会修 那我要修之前 就是 我有提到 就是我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真的有访谈Aaron 我有之前之前问他 我也是花了大概三四十分钟 问他这个topic 就是要怎么去掌控 那我问他的东西 不会完全的百分之百 呈现在这个七分钟的东西 那如何呈现 这个是我的选区 可是前面 我的确在 构思阶段 跟访谈阶段 就是我有做 该做的准备 然后我有确认 就是这一件事情的目标在哪里 所以我会跟之前的方式比较不一样 我之前的方式比较粗糙 我以前就是 通常就是写完一次结构稿 我写完一次结构稿之后 我就用手机录音 然后我用手机录音 大概就是前两天 不是大概前两天 那我录音之后 我就直接上场了 那我其实就不会有很多的修正 那我这一次就是 整个运用那个Zoom 还有就是Aaron的部分 就是我整个修正 频率整个大幅的增加 将近前前后后 前面就是前面构思 跟后面的演练 前面构思 我真的前前后后 有一个礼拜 然后后面也是 因为我重复做 所以我后面的东西 应该有改 就是有练过20次 对练到就是最舒服的状态 谢谢 其实点评方面的话 我们其实有透过那一样东西 也是在做点评的 就是一个导师 以土地的一种方式 我每次就是做这些 导师以土地的方面的话 我们就给一些客观的点评啊 怎么帮助到他成长 而点评是双向 永远是双向 不是单向 你单向只是做分享 双向的话是 一个讲一个听 你一个讲 第一个人听 不会是单向 如果单向点评方面的话 永远不会进步 因为单向点评的话 一个人不想听的话 你就算讲的多好多妙 多精 没有 所以这边 involution feedback 有讲到一样东西 而Sandy有做到非常好的这一点 就是open to feedback 虽然有一些东西 第一是他排斥 但是他慢慢排斥当中的话 他就会自己反思 就是说到底真是不是 正真的去排斥 还是愿意去尝试 这个点是由着他自己做选择 要不要去克服 而克服的之后方面的话 就慢慢的尝试到不同的领域 以及找到他自己的节奏 所以这是我们做导师的一个主要的点 就是要指引好 但是跟我们这个evaluation feedback 有什么分别的 其实是同一个道理 evaluation就是我们点评它 feedback的话是双方面的点 feedback 那做到这个效果方面的话 你可以保持着非常好的动力 以及积极 很多的俱乐部的存亡的点 是一个导师 以及土地的关系好不好 为什么呢 是因为会影响到 因为有些土地 就是因为你的存在 我就是比方说 我在热火方面的话 以前的话是 我在去旧会了 没有人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 加入就是为了我 留了也是为了我 因为我的效果是好 当你做到非常出色的点评者的时候 你真正的能有那个能力去帮到别人 我们要每次都想一想 我们这次点评当中的话 我有没有达到我自己的目标 如果土地是你一位 或者就是点评者 被点评的那个人是你一位的话 我有没有更加好的方法来点评 来帮助到他个人 每次我们就要寻找突破 所以希望给到 朱迪一些正言来协助你下次的点评 更加提升到功力 好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就是这边的话 我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多一点 这个部分 这就是刚才Sandy讲的一个问题 以及朱迪 会间接的提到这个一个小小的点 我们有时候很难分别什么叫 Advisor Feedback OK 我们这个是很重要的点 为什么要学习到怎么知道 Advisor Feedback 因为你Advisor 以及Feedback方面的话会影响到你的整个点评的价值点在哪里 所以是Advisor比PBB好吗 因为有点小 你可以 你看一下 OK 我放大一点 这个是很重要的点 这个是作为这个项目的时候你要注重了一点 大家看到Advisor Feedback的分别吗 让大家学习到这个是也是这个Evaluation Feedback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刚才Feedback可能没有讲到的点 我就会补充一下 好像比方说Advisor 应该要说Advisor或是说 你觉得要讲Advisor还是讲Feedback会比较好一点 是不是Feedback好像那个用词会比Advisor好一点 对 你会看到Advisor的话就是Don't be scared How not to be scared 对不对 我会问一下 怎么怎么 怎么才会不怕 I noticed you were shaking 最少我知道 我怎么呈现到我怕 是因为我在shake 我的shaking不代表我scared 我shaking可能是我非常激动的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很偏见的会想到对号入住的简单的点 而我们要学习好怎么用Feedback这个部分 Feedback的段落底下 I noticed that your upper body was to the forward 那你就讲解这个是不是好的gesture I had trouble hearing you You have to speak up 就是你要讲得大声一点 那就讲明就是说 就是说你非常小声 就会可能会伤到别人 这是用词的方面 I had trouble hearing you 我们会讲 I had trouble hearing you because I'm sitting at the back maybe I would like or recommend you to speak a bit louder 你听上去可能不一样的点 一个就是我叫你 You have to speak up 和另一个就是 I had trouble hearing you perhaps I'm at the back 会给一些客观的解释 而不是个人偏见 You have to 你看到You have to You need You didn't You don't be 这些都是类似要求语吧 就你不用怕 还好的 我就是怕 我才尝试嘛 我就尝试演讲嘛 就是advice的部分 比较像是直接的指出这个动作 那直接的指出这个动作 然后又用短句的话 比较像是指责跟 你看一下 这就是一个主要分别 feedback is information while advice is an opinion 个人想法 我们其实不是很care 你的客观的想法 我们反而是要看 我们不是看你个人的想法 我们是要看客观的想法 客观看到 大家都会一目了然 看得到 你是不是 我可能认为你是 你是害怕 那是我的意见 但是shaking 但是mean I'm scared I can be excited 对不对 就是这个 这个有不同的演绎的点 所以我们作为点评者的一些技巧方面 我们要学习到这些点 所以真的非常嗜好 最后的一个证给大家一课 就是provide appropriate feedback 这部分就讲解了 就是说based on what you know 就是一定要很客观的讲 你不知道的不要乱推测 我们有时候乱推测方面的话 人家会说你了解我吗 你怎么了解我 你只看到我这样的话 就认为我就是讲的不好 我用错词了 抱歉 我真的只是剩下 懂这个vocabulary 你看到 if the memory is new to public speaking focus more on what he's doing well 这也是很客观的 Toastmaster一个套路 就是会讲你做的好的点 来令到你更加有鼓励去做 那当然 我们五大点 在Toastmaster的项目当中的话 confidence 是每一个路径的必要技能 confidence 那confidence方面的话 就是会记得这个部分是 我会通常会做的 我会通常很直观 如果对advanced speaker的话 我会很直接 当然直接当中的话 我会有一个 不会浪费他时间的价值 因为我出了名是 我可以很critical 也可以很 也可以讲到那个点 是可以包装好的跟他讲 我只是要看了 我了不了解那个人 比方说Sandy方面的话 我了解到他 就是说 我肯定不是很喜欢 sweet talk给他 因为他不是想要听到 甜言蜜语 他想要见到就是价值 价值价值 就直接 直接跟他讲 你要进步什么点 为什么 你不讲直接 然后就是 你不讲直接 我会问你为什么 对啊 就是所以就是我们要了解到 就是透过每一个人的演讲 你大概就会开始 学习到 每一个演讲者的需求 所以透过演讲的话 可以讲出很多 一万个故事 或一百万个故事 但对于我来讲的话 玩了Toastmaster 这么多年的 却到最一样的东西 是学习到怎么看人的眼光 人的眼光也是一个小小的技能 我有两个小问题想问一下 第一个是我想知道 怎么样去看人家的那个confidence 还有什么去培养自己自己的那个confidence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刚刚听我的声音 你觉得我好像是 好像是心上菜鸟的那个感觉 那其实我已经不是那个菜鸟的那个事情了 然后如何就是给人家一个感觉 就是我不是菜鸟了 我应该要怎么去present呢 在我的说话里面 好 首先方面的话 第一就是要补充刚才你讲的话 我刚才没有说你是菜鸟 我刚才说的时候 听到你声音很憔悴 好年轻 我讲好年轻 好像刚刚毕业不久 应该是刚入社会 我是说你菜鸟在演讲 我是很客观的 就听声音 哇 好甜美 很明显就是歌唱选手后代类似的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了 我像Sandy了 你不用兜圈圈 Aaron我帮你讲话 可能中文你选错词了 就是Junior 就是Junior的意思跟菜鸟 有Junior的意思很容易会让 就是有一点程度的人觉得被冒犯 Aaron你有听到我的意思吗 在中文里面 如果我的程度有中间 你说我有一点点之前跟年轻 我有年纪 那我有时候会觉得 你是不是觉得 我没有做到我该有的程度 然后这个部分是 有言外之意 那有可能就是 就像就是你没有注意到 那我们听者有意 我只能这样讲 他有不同的程度 你说我 我说年轻 年轻 那就是 这个你看 我们就是练习沟通能力 在我们的evaluation 这个人给了我feedback 你知道吗 土地给我feedback了 好的 我讲年轻的意思很客观 就是说听上去的话 就是 这样我比方说 你可以 没有啊 我会觉得 你看不 你觉得 好像我的表现 没有让你觉得 我达到我年纪 应该有的东西 你在暗示我能力不够 我在讲他 你为什么对他入座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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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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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讲的是 你一定是年轻的吗 我没有讲到一定 所以要澄清一点 这个有时候 我就要破解 一个沟通 也感谢 就是说年轻 原来有这么多意思 谢谢 其实我又没有 觉得很offense的 只是我想 就是听到一些意见 看看我怎么样 去可以改善自己 就是让人家 不会觉得 我是很年轻的 感觉 我想让人家 就是觉得 我也有成熟的一面 你肯定会有成熟的一面 只是有时候 我们在展现自己的时候 我可以 我可以比方说 拿个例子 我可以变成一个书呆子 我也可以变成一个傻瓜 我也可以变成一个 中年老书 都可以的 就是看一下 怎么去变化 就好像刚才你讲的 第一个解决 你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 怎么seek confidence 好 哪个比方 visual 我们通常会看visual 以及声音 OK 通常这两个会对出来 我们看到那个人的confidence 比方说 你第一个例子 就是眼神上级 好 变成 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要做的演讲 就是破冰演讲 大家不介意吧 今天我破冰演讲的 这种重点 其实是介绍我自己 大家听得到我讲话吗 好 这是第一 你看上去好像揍这个人 就是假的很 对不对 很想打他 就 就是 有时候就是看到一个人的 就是第二种类型的话 就是要要又演 眼神上去 第二个就是说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 重序工作坊 我叫Aaron 今天我想要给大家一个印象 一个印象就是说 我到底看上去 是不是非常有自信 你觉得我有自信吗 好 这个是给第一个 你看到声音 红亮 以及就是我向前 我的诠释 我的手势是拳头 就是可以看到 就是有强硬的一种 气息 就是自信 其中一种 我在其中一种 不是说一个绝对 那当然 那种 那种 那种自信方面的话 是可以声音小 但是 你表现是很自信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主播 我是一本的主持人 Aaron 我们就非常 建议到我们今天的 疫情方面的话 我们是大概有零零的百分比 我们今天的 今天的就是就不会停 就不会卡卡的话 就会有人家会觉得 你不够自信 就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这位声音 很保持的风 但是我不会强势 但是有自信 只是哪一个几个例子 干嘛 干嘛这样 谢谢 我有两件事 要讲 就是 就是 我今天这一个东西 大概是第20次 那我第一次的时候演菜 我说同样这件事情 同样这个演讲 就是 我自己是相信 练习第一次 跟练习第五次 跟第二十次 效果会不一样 所以 我第一次也会没有自信 那到大概第五次之后 我的自信会因为我的熟练 跟我知道我哪些东西 可以做好 就是我可以接收到反馈之后 我会越来越舒服 那我越来越舒服之后 我就可以知道哪些东西 是对观众来讲 是重要的 可是如果 要我在第一次 就是我在讲 第一次 然后就很舒服 没有 我第一次我也可以给你看 我第一次很糟 我讲的话 速度很慢 然后 我不是很确定我在讲什么 还有 我会吵死 所以 在练习的过程中 如果次数多 可以把前面的 比较没有自信 就是没有办法控场 或者是声音的语速慢 或者是对内容的掌握度 没有那么高 可能可以藉由练习 可以修改到 这些东西会越来越能够掌控 可是如果以数学来讲 以数学来讲 一个演讲是7分钟 我第二次是7乘以20 次 所以至少是140分钟 跟一个只做 一个演讲只做7分钟 我觉得时间 一个是7分钟 一个是140分钟 时间花下去 练习花下去之后 你看到我应该就是 今天是有自己的 所以我比较相信 练习 那Aaron可能是有天分 我要讲的是这个 我要讲的 我刚刚举的二是 对 所以我刚刚举的二是 就是 那我 他摇头 那你自己回答 因为我不确定 应该是说 我认识Aaron的时候 是他现在 那我认识他也是 我没有看过他之前 第一年的状态 所以我无法跟你说 就是他是不是没有自信 可是Aaron他也看过 我没有自信的样 对 就是 大概就是 跟练习跟时间 所以我刚刚讲的 就是同样一个东西 我花7分钟 跟我花了140分钟进去 我呈现出来的 绝对不会是没有自信 跟不熟悉 那刚Aaron摇头了 那你自己讲 那个网路不好 我这边 Aaron你自己回答吧 我不是天分 那你不是吗 我不是 我不是天分 肯定不是天分 好 先讲一下 就是我们在演讲当中的话 有怎样东西要考虑 就是一个 就是刚才你讲的练习 练习方面的话 你可以练习100次200次 世界冠军也练很多次 矿也练很多次 我也个人有时候看 也看心情练多少次 所以总之会有练 肯定会有练的 但是练方面的话 只是令到整个东西的纯熟度 就是fluency 我们讲的就是fluency 以及就是一些小细节 看效果 就是rehearsal 我们叫做experimenting 当你做的越多的时候 你会看到就是说 其实我讲的话 我先练习我的fluency 我先练习我的control 之后的话 我看观众反应 我觉得很好的 我继续提升一下 这个是练习那一部分的勤劳部分 但是有一些东西的话 是你要勤劳有勤劳有窍门 就很勤劳在一些技巧 那你就集中在技巧 我们有分很多不同段落 就和比方说演技 也是一种 我演技不是那么好 只是有时候偶尔我要想象到状况 尝试去模仿模仿 模仿到变成自己我的那个方式 那就可以变成就是一种也是一种练习的方案 所以这个也是练习的 比方说我声音以前声音很差 就是不是很洪亮 或者就很低沉 我也可以变成就是一直这样讲话 好像电脑那种状况 就是好像一直单调的这样讲话 就是很闷 就变成这种状况底下 我以前就比较这样 因为我觉得value content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都不想要看你的演讲 你的value多好都没用 所以你的presentation技巧一定要达到 那怎么做法呢 不是添置而是 勇于的去 我觉得我的一样上场的点 是在于创作吧 创新的点吧 因为我一直在寻找一些新的方法 来突破我的沉闷的演讲方式 而每次找到突破点的方面的话 我不会停留在那边 我会一直在研究有新的方法演讲 而我找到新的方法演讲之后 我找到那一个方式 哦 适合我了 我就会停在那边部分 一部分保持着那个状态 但是我继续要寻找 就好像科技的状况 如果我们不研究一些新的方法 不研究到新科技方面的话 不仅研究新疫苗 哪个例子 那我们怎么有疫苗来保护着我们自己 不会被那疫情所所影响呢 所以这个疫情这个例子 也是可以用回这周边 就是说你不去找方案去突破自己 你永远停留在那边 所以这个是不是天子啊 这个是呃 想象力开通 OK 我们叫open-minded OK open-minded 以及innovative 天资的差别 就是我刚刚花了时间讲 跟Aaron的花了时间讲 你就知道我完全没有提到天资这件事情 因为可能我连想都没有 对 所以所以有时候就写演讲方面 我就停止分享 大家也学到我们刚才沟通的方式 欢迎大家过来我们的X-Zone区来做分享 好的 好听 谢谢大家